以斯铁记第二章 这些事以后 雅哈瑟鲁王的怒气消减了 就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 以及怎样降止办他的事 于是有些侍臣对王说 要差人为王寻找一些美貌的少女 王可以委派官员 在国中各省 把所有美貌的少女 都照到书山城的女院那里 交在掌理女子的王家 太监西该手下 可以供给她们洁身用的香品 王喜悦的女子 就可以做王后代替瓦什提 王喜悦这话就这样行了 在书山城里 有一个游大人 名叫莫迪改 是宾阳敏仁 姬氏的曾孙 世美的孙子 雅伊尔的儿子 莫迪改在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萨 掳走犹大王 耶哥尼亚和别的俘虏的时候 也同时被掳走 莫迪改 扶养自己叔叔的女儿 哈大沙 哈大沙就是以私铁 因为她没有父母 这女子体态美丽 容貌 均秀 她父母死了 莫迪改就收养她 做自己的女儿 王的命令和御址 传开了 许多少女都被照到书山城 交在西该的手下 以私铁也被带到王宫里去 交在管理女子的西该手下 西该喜悦以私铁 就恩待她 急忙供给她洁身用的香品 和她应得的食物 又给她七个美丽的侍女 都是从王宫里选出来给她的 再把她和她的侍女 搬进女院上好的房子里 以私铁 没有把自己的种族和绅士告诉人 因为莫迪改吩咐她 不可告诉人 莫迪改天天都在 女院的院子前面徘徊 要知道以私铁平安不平安 她的情形怎样 每个少女轮流进宫 见亚哈瑟鲁王之前 都要照着女子的规律 竭尽身体十二个月 因为女子竭身的规律 是这样 六个月用墨药油 六个月用香品 和妇女竭身用的其他物品 那时 少女进去见王是这样的 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 她所要的都要给她 她晚上进去 次日早晨回到第二女院去 交给管理妃病的沙家 就是王的太监 除非王喜悦她 提名照她 她就不再进去见王 莫迪改的叔叔 雅比孩的女儿 以私铁 就是莫迪改收养 做自己女儿的 轮到她进去见王的时候 除了王的太监 张力女子的膝盖 所预备的以外 以私铁别无所求 看见以私铁的都喜爱她 亚哈 把王后的冠军 带在她头上 立她为王后 代替瓦什提 王为她的文武百官 大摆宴席 就是以私铁的婚宴 又向各省颁布休假一天 并且照着王的后裔 搬赐礼物 第二次召集处女的时候 莫迪改坐在朝门那里 以私铁照着莫迪改吩咐她的 没有把自己的身世和种族告诉人 莫迪改所说的话 以私铁都遵行 就像昔日养育她的时候一样 那时莫迪改坐在朝门那里 王有两个守门的太监 避探和提列 一时因为恼怒 正想下手害亚哈瑟鲁王 这阴谋给莫迪改知道了 她就告诉王后以私铁 以私铁就以莫迪改的名义 对王说起这事 那阴谋查就起来 就发现真相 于是把二人悬挂在木架上 这事在王面前曾写于史记